大家好 这里是张杰曾经观察 今天我们讲一下现在的热点话题就是315对吧 而315的时候我们面临的是什么状态呢 315现在打假的节日 但是在中国的话现在是什么 假货很多假货犯烂招人恨 但是呢也有一些恶意的职业所长者 他实际上也是破坏这个营商环境 对吧 他通过一些恶意所长来破坏环境 所以对于这个直播带货 直播带货呢该承担多少责任 以及呢这个直播带货的营商环境该怎么进化 其实怎么今天做这次节目也做一些思考 你像这直播带货的事出了好几次了 你看那个有卖假烟窝的 对吧 有卖那个化妆品有点问题的 还有呢除了化妆品之外呢 还有前面这个某个著名的电商的话呢 卖这个什么白虾什么的人说虾里头啊 职业大家者你就说了 那个虾里头呢含的那个叫做什么焦硫酸钠 那个超标 焦硫酸钠有助于啊这个虾的防腐啊 说就是焦硫酸钠呢可能超标如何如何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你说这直播电商应该怎么着对吧 直播电商要承担多少责任 其实今天呢我们就来探讨这一下这事 其实对于这个责任呢 我们一直讲啊 责权发声制 你承担多少责任和你呢 有多少权力得多少利 你做了多少恶 其实好多事啊 是要对起来的 你像那个直播的话 前面我们一直说那个案件啊 跟那个某个著名大家者的看法就不一样 就是你像那个重庆的 人家卖活锅肉的直播一下 卖回锅肉 但是人家说了卖活锅肉嘛 人家没有这个标签 没有什么什么 那是三无产品赔了好几万对吧 然后现在这个案子呢 也有了结果 就是说重庆的高院呢 把案子提起占审 占审的时候很有故事的是什么 人家撤诉了 再审还能撤诉 占审的话是这样子 再审的话呢 一审的这些原告在占审里头啊 他是被申请人啊 他不是说申请人的申请人 你说撤诉还可以 被申请人 反正这个撤诉啊 撤诉的也很有问题啊 所以这个对于这直播带货的责任 到底该怎么算 其实这个事啊 我的看法是什么 好些事情一刀切 不论具体情况 是要有大的问题的 你像最早呢 我们建立了这个产品的保障制度 暂停了产品的保障制度的时候 我们发现什么 当时就出了很大的争论 一个是什么呢 汽车你怎么办 对吧 那个汽车里头有点质量问题 你是不是一下赔几倍啊 那一赔几倍的汽车 金额很大 对吧 汽车怎么办 其实现在可以知道汽车的话呢 如果厂商对这汽车的话 有了一些什么质量问题的话呢 基本上中国呢 事实的都是召回制度 而且这召回制度啊 当时想事实都不容易 对吧 你厂商得承担多少多少 这个召回的责任和召回的成本啊 都很大 你要包括直播的话 你看直播的这个事 你召回是什么概念 汽车召回的话还可以 汽车的话 那这车开到4S店去就行了 那你自己开什么什么的 好多直播带货 直播带货的这个物流 这油费都受不了 这召回你怎么算 那肯定是不能召回了 而汽车赔多少呢 你就是召回了 修好了就行了 除非是什么 有一些很恶劣的 你比方说 本来是旧车 有些4S店呢 冒充新车 本来是大事故车 他冒充没事故车 对吧 它有很大的影响 所以我们的新的 那个消费者权益法 其实写的非常清楚 大家注意一下 赔三倍的前提是什么 存在欺诈 这这话说的很很关键啊 所以这个事啊 对于这个直播 你是否在欺诈 对吧 还有一个争论的很激烈的 是房地产领域当中 房地产呢 你说有了两问题赔多少 现在基本上是什么 房地产出现类似问题 赔10% 是一般的情况 就是你的房子 你说稍微有点质量问题 你那房子赔一倍吗 显然的话呢 这钱不对的 所以这就说到这些打假了 你像这个直播带货 它到底它有多少责任 因为好几些时候的话 你对一个直播的带货主播啊 他是没有能力去鉴别 你这个产品里头啊 到底是否存在一个质量问题 这是第一个对吧 你要让他去鉴别 让他去检测 那么每一个主播都要自己检测一遍 这个检测成本你受不了 对吧 实际上这个事呢 而且有很多时候啊 这主播你看你那个选品啊 干什么的 你像在这个一些平台上 那都是平台给你先推荐 平台推荐的 你说你平台担什么责任吗 对吧 你要说这个选品可以退 可以什么的 那是里头这个责任呢 你要划分 对吧 你说说可以向销售者索赔 也可以向生产者索赔 但是这里头啊 他说索赔要赔三倍 赔多少倍的时候 这等于是说你销售者 是否存在欺账 其实前面我们做过一期节目 来讲这个罚款啊 卖一个独情菜 他这个农流残留超标 然后呢挣了十几块钱 罚了十几万 实际上是十几块钱 那他是只是帮个 他们从村的干嘛 他去批发 那我就说了 十几块钱罚十几万 显然是有问题的 罚十万啊 但是这十万该罚谁啊 该罚那种青菜的呀 那种青菜的 那个你的青菜 可不是种那么一百多斤 他那个种青菜的 他的撒没撒药 他也很清楚 你当然要罚他了 你这个帮人家批发一下 捣个手 卖一下的 他显然不清楚 你到底该罚谁 你按包括呢 回到直播再带货 一样在说这事该罚谁 你正常情况下 比方说做这个销售的推广 那么你这个销售呢 又有品牌 又有正规厂家 又有平台推荐 你这对于这个主播来讲 他没有判断能力 而且包括呢 你像这重庆的那个 他自己就直播了 他自己做点回锅肉 卖的 这他也没有啊 对对吧 但是 有些不一样 我们就说嘛 你比方说 卖那个假烟窝的 那卖假烟窝的 那个主播的 后来有报道说啊 好像这个 这个卖了的钱 他拿八成 人家厂商才拿两成 你说他拿这么厚的暴力 他当然知道这里头有问题了 你没问题 你拿什么暴力干嘛呀 你卖化妆品也是啊 你拿超级的暴力 你当然要承担超级的责任啊 而且你的量又足够的大 一卖多少多少 那么你想想的话呢 他有这个统一的品牌 统一的厂家的时候 那他得承担责任 对吧 然后呢 还有的话呢 我们还要看这承担责任的 那个多少 你看说你看那卖这个烟窝就是暴力 你同样的 你卖一个南美进来的白虾 白虾呢 你就查了 有些可能不合格 但是啊 这个查的不合格 不能以偏代权 包括这个职业打假人 他也打过啊 他那个弄南极人的这个事 他当时说那个有问题 后来他不也自己说了 那个是检测有误 而且呢 他检测的时候 呃 发现这个可能取的样不好 等等等等 你但是你换个角度说啊 呃 你如果变成了 就现在网络这么发达 网络带货 你这个事 呃 这个一个检测有误 一个取样不好 给人造成的巨大损失 呃 该怎么承担 对吧 我们也知道 那个好像东方甄选报案了 呃 是这么一个状况啊 而且是什么呢 你就就像这种鲜活产品 人家一说南美白虾 南美进口的 进口的时候 人家曝光是什么样子 他有些产品 他给人做的曝光单不对 呃 该抓要抓 他可以下架 有些呢 这虾卖了几千万份上亿份 卖了那么多份 呃 卖了那么多份 还可以跟大家讲 你你侧的这个是超标了 不代表所有的都超标 对吧 你这个里头的呃 有很多很多批次批号 而且呢可能呢 他还不是一个供货商 所以这个网上呢 你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标准 所以现在我们实际上要谈一下这个立法和标准的认识 呃 包括呢 你说这个里头的呃 呃 产品啊 它的边界在哪 前面我们也一个要看啊 某个著名打假人又打假了 这个所谓的打假了这个 北方的羊肉串 人家说了 羊肉串那个签子啊 穿羊肉串的签子的话呢 呃 里头含一些中金属粒子超标 对吧 呃 像你说你对一个穿羊肉串的小店 他有能力检查签子吗 其实这个责任该谁付啊 那生产这个签子的工厂啊 生产者要付啊 对吧 他有些时候就说你该找谁付 谁承担 你这承担以后呢 造成一个很大的影响 对于他是什么 他没有能力去区分的 你如果强行要求这一个商家 他要有能力来承担这个责任 那这个商业环境实际上是坏掉的 你像我也举过例子 其实这个日本啊 怎么给中国的鲜活产品出口到日本设限呢 人家就是所有的各种事 他给你检测一遍 人家说你这个质量行不行 我所有要给你检测一遍 检测的周期呢 两周你把东西都运来 然后我抽样检测 检测这两周 你你该烂的都烂了 呃 反正就是就是说你进不来 你就包括呢 人家卖一点从南美来的这虾也一样 你要是每一批一次 呃 都这么严 他最多是抽检 他可能有些地方没抽检到 你要是如果说 所有的都严格抽检 那就两个概念了 对吧 但是你要说这个燕窝嘛 燕窝就咱们就得说说 燕窝你这么厚的回扣的主播带货 这么大的利润 那现在里头要有点故事 你的主播你要担责任的 你那个你赚了这么大的暴利 对吧 你要只是赚了一点点利润 赚了暴利背后是什么 所以这个事啊 好多事是要区分对待 而你在网络上呢 呃 造成这个呃 一呼呃 网络的负面影响 然后负面影响呢 希望的是什么 跟主播下边搞和解嘛 那然后通过各种各样的和解 其实这个和解呃 呃 那种卖十块钱的东西可以要十十吧 呃 那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 他这个职业所长 我发现您的东西问题 本身没卖多少卖十块 但是我利用我的影响力 造成了损失的受不了 他会给他十万 像这种的话呢 呃 我认为的话可能就涉嫌敲扎勒索了 你这个呃 到底是否合适 对对吧 你作为这样的一个要件的话 那所有的企业的话呢 他会进入到一个什么过度检测 过度检测的成本谁单呢 全是消费者单 你像这个日本的农鞋 为什么可以把农产品啊 弄得如此的贵 呃 他的农产品其实大量也是外头进口 他就是通过你这个诸国海关的时候 呃 进行这种检测 那么我检测你两周 你所有的东西放在冷柜里 呃 你要保鲜 你要尤其是蔬菜也不太好保鲜 什么等等等等 呃 那么那个钱就来了 对吧 门槛就来了 你要跟我有关系的 我进了的不检 对吧 呃 不给我的 呃 捡 呃 这件事呢 你就变成你跟职业所长的 你跟他有一些关系的 呃 他不说 跟他没关系的 他要说 所以你跟谁都得啊 给他交点保护费 这样的一个状态 所以这个事就要呃 多方的去考虑了 而且的话 我们这个食品说是赔十倍 但是你要注意他的赔款的方式啊 他那个 呃 法条写的很清楚 是可以赔十倍 不代表着一定赔十倍 也就是说有些地方的话呢 那十倍显然是不合适的 呃 有些呢 很少的数量的你十倍是可以的 你的赔十倍呢 你把那个地沟油啦 三聚清安啊 那个赔十倍 你说普通的呢 那个农夫做回锅肉 他那个呃 呃 标签没写 你那赔十倍 你说这两个能一样吗 而且专门那条法条还说了 因为标签不影响食物用 没有误导的 是除外的 呃 那个你制造上肾结石 你说那点多大呀 其实还你大家还要注意一个 其实也就是我一直说的 这赔十倍都赔的少 他那个食品安全法里头还有一条非常重要 他就是说在赔十倍或什么 他或的是什么 损失的三倍 这就是很有意思了 他就是可以选择 价格的十倍 还是损失的三倍 损失的话 你看对于三聚清安这样的 造成肾结石造什么 他那个损失三倍 比那个赔十倍多多了 那赔一百倍都不止 但是这样的话呢 你看对于重庆这小摊小贩的 呃 弄弄回锅肉的 干个什么的 没有标签的 或者有点什么小失误的 那个损失是什么 几乎为零 对吧 所以你损失的三倍是有故事的 所以这个法律啊 要深度理解 而且这个法律的宣传的时候呢 这个话语权啊 不得被这个职业所承者所把控啊 就职业所承者要制造的话语权是什么 像重庆那样的 卖个小灰锅肉的都要赔十倍 那是拍个黄瓜要赔几千块 为什么造成是社会的极大的那个反感 而实际上呢 你按照他那个立法 他给你留了口子 可以十倍 可以损失三倍 所以他也可以不到十倍 然后呢 损失的三倍也可以 那损失的三倍 你去选择的话 他那个没什么损失 也就没什么要赔偿的 他是要这个法律啊 定的还是比大家想的要人性 但是很多人呢 不知道被解读的时候 有关的私货加的太多 谢谢观看本期视频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 再见 再见 谢谢观看